哈嘍大家好 歡迎回到ZACK 老茶咧的 咪咪 調查 不要 相信點進這支影片的你啊 對於老茶背後的這個背景 還有這個背景 跟這個背景 相信各位一點都不陌生 都很熟悉 這間很大的房子 沒錯各位 今天本調查局要來調查 就是一個啊 已經在網路上橫行的 八九年的網路迷因 可以說是來自台灣 相當跨時代的一個迷因 就算放到現代期經典程度啊 至今仍然無人能出其有 是的 這個名呢就是 傑哥 不要 而為什麼這個梗跟名音會如此的紅呢 今天探人我呢 就會帶各位一起來認識這個 來自台灣的 本土傳奇名 傑哥不要 並且在今天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邀請到了飾演傳說中的傑哥 也就是鐵牛哥 來跟我們做一個訪問 大家記得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後哦 傑哥不要這個名音呢 其實早在2013年 就已經在網路上爆紅過一次 當時會爆紅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一名網友啊 把這一部由教育部所發起的 性別平等教育影片 如果早知道 男生也會被性侵 給上傳到一個名為 我是老師 不要叫我老師的頻道 這一開始上傳的版本呢 至今已經累積到 296萬的觀看次數 創下了當年史上 最多人觀看的 政府單位宣傳片紀錄 直到8年後的今天 2021年 仍然沒有人可以打敗這個紀錄 傑哥不要在這影片 主持呢可以說是 教育宣傳片界的傳奇 由於影片當中 有了許多名台詞 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場景 再加上演員們 逼真的演技 在影片一上傳之後 就在Facebook PT等論壇上爆紅 連新聞媒體啊 都爭相報導這個影片 可以說是2013年 全台最熱門的一個話題 老頭這邊呢 就簡單說明一下 當時那支影片的劇情概要 影片一開始呢 是由男主角 阿偉的一個回應場景 來做開場 透過一些阿偉的記憶碎片 我們可以知道 在他身上發生了一件不小的事情 一天 阿偉坐在公園旁邊 聽到了淑慧阿姨 以及美琪在旁邊聊天 兩位阿姨聊到呢 男生也會被性侵 淑慧阿姨還很入骨的 說出一些很detail的事情 阿偉一聽 直接崩潰 淑慧阿姨追上去疑問呢 阿偉才緩緩到來 那一天所發生的事 某一天 阿偉在家打電動 被阿媽練了個兩句就受不了 於是啊 就跟他的好友冰冰跑去打網咖 此時他們還不知道 危險已經悄悄的靠近了兩人 兩人打完電動之後 剛好肚子正餓 此時一名男子呢 拿著一塊麵包出現 並且很大方的把麵包送給兩位吃 表明自己叫做傑哥 並且邀請兩人去他家玩 完了 直接睡 沒關係的 兩人聽到可以免費吃 免費的喝就跟著傑哥去了 場景緊接著轉換到了傑哥家 也開始進入了本片 最高潮迭起的精華階段 冰冰首先不剩酒力率先陣亡 這個冰冰就是遜的啊 傑哥健壯反問阿偉 聽你那麼說 你很有 開玩笑 我超勇的好不好 於是呢 阿偉就被傑哥帶進房間裡去看好康的 傑哥 這什麼啊 哎呦 你臉紅啦 來讓我看看 不要啦 讓我看看 不要啦 傑哥 你幹嘛 哎 讓我看看你發育這麼正常啊 傑哥 不要啦 哈哈 你畫 讓我看看 是的,接下來的結果就如各位所想像 在整支片長17分鐘的影片當中 就除這2到3分鐘的部分最為精華 也是大家玩哏玩最兇的地方 一時之間許多名台詞都變成了流行語 像是...這個冰冰就是遜啦 聽話,讓我看看 或是...傑哥不要!等等 這段精華更被眾多的網友不斷的惡創以及重製 像是改圖,或是直接把裡面的人物做成哏圖 這2分鐘號稱隨便結一張圖片都能當成哏圖 結個不用的就是這麼特別的存在 其中的台詞太過經典後來還被做成逐字稿 衣服或是遊戲 當然不用說二創影片是絕對少不了的 二稿阿瑋阿嬤的 你今天知道誰是老大喔 阿瑋你又要玩電動嗎? 你又要玩電動嗎? 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吧 二稿淑惠阿姨的 那我先陪你回去然後我們再去報警 報...報警 你們...剛剛說了... 還有最多的人就是惡搞傑哥的 傑哥不要這個哏了在2013年爆紅之後啊 相關的二創影片就從來沒有少過 但差不多從今年的年初開始啊 傑哥的影片再次被上傳到B站 這一傳不得了 傑哥的討論度呢 從年初開始直接翻了三倍以上 整體討論度的最高峰呢 差不多從今年6月份開始到現在9月份 都還是非常的熱門 短短兩三個月的時間呢 傑哥的二創影片就從原本十幾隻 直接爆增到200、300多隻 成長了二十幾倍 有人改成槍戰 你不要煩好不好 頭文字低 哎呦 你搶紅了 來讓我看看 不要 好不好 不要操 好不好 遊戲王怪獸之決鬥 就在前幾天啊 名音鋼琴手小尾巴 還把傑哥表演改變成了 音樂劇啊 各位 這個冰不冰就是訓的啊 非常謝謝大家去點右上角資訊稿 去天天這個神作 網友我們的這些創意實在是太強大啊 看了真的會很納悶 為什麼你要把才華洞飛在這種地方上 而且啊 隨著二創影片越來越多 原本單純的剪輯二稿呢 已經滿足不了他們 大家開始呢 把這支影片中出現過的角色啊 道具 全部做拆解後再重組 有些影片呢 你甚至已經看不出來 他原本到底在演什麼 可以說是把傑哥不要這支影片啊 徹徹底底的物盡其用 一絲絲都沒有浪費 有阿媽變成主角版本 或是傑哥騷擾傑哥的版本 可以說是今年被拆解 被玩得最徹底的一個名 還延伸出了很多新的詞語 像是魯冰遜 或是在捷南逃等等新名詞 但傑哥不要可不只在B站上很紅而已 連日本的NICO NICO 都有著一席之地 其中阿偉的經典螢幕 更被NICO NICO那邊的網友 稱之為原斑林 而傑哥則有著台灣那種野獸前輩的稱號 而這個梗啊 這個名音在網路上 紅到什麼程度呢 光是傑哥跟阿偉身上 所穿的那件衣服啊 在網路上就賣出了超過1000件 還有人在上海的動漫展啊 直接扣子成傑哥 現場示範 在傑難逃 更不用說新聞三不五時呢 就會提到一次傑哥不要 在網路上呢 也改變很多成語的用法 成群傑隊 傑珠仙燈 立傑歸來 傑後餘生等等 老茶我想呢 就算古人很生氣 也不敢爬出來罵傑哥啦 什麼話? 讓我看看! 不要! 活著哏在2013年爆紅之後 為什麼會在今年 2021年又再次爆紅呢? 老茶我認為呢 傑哥不要其實就是一個哲學文化的延續 大家能不能記得老茶 我以前調查過的Ricardo還有哲學名音的話 應該就會知道這系列在當年的B站是多麼的盛行 不知道的朋友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去看影片 然而啊 由於這些系列時常伴隨著肌肉猛人的激情碰撞 因此在這幾年 觸碰到了B站的敏感神經 基本上呢 已經被ban的差不多了 而傑克不要在這支影片的出現呢 1.沒有太多裸肉的畫面 2.該哲學的地方呢 有哲學 3.拍攝的手法相當隱晦 沒有直接拍出來 反而保留了更多的想像空間 4.這是一支實質意義上的教育影片 B站官方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禁止傑克不要的理由 一時之間 B站上的各種鬼畜民大佬啊 統統開始發揮腦中的創意 可以放心的放手去惡搞去創作 各種傑克的影片也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一部比一部還精彩 很多人的推薦清單 包括老茶我 都變成了傑克的形狀 然而YouTube這邊這次會紅起來呢 有一部分就是因為出現了一個 超級搬運頻道 沒錯 那個搬運頻道呢 就是 老茶我想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傑克影片的人 或多或少都有看到很能大滴的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啊一口氣搬運呢 快要200多支的B站傑克二創影片 演算法直接被推起來 還有台灣的創作者影片 像是廢哥 YouTube跟B站呢 明明兩邊都有上傳過 結果呢還是被這個很能大滴 從B站再次搬運回YouTube 太惡情了史丹利 最早上呢還是建議大家 要看的話今天還是去看原版的吧 而影片的爆紅 當然也引起了許多觀眾心中的一個疑問 同時呢也讓大家對於8年前的這支影片 展開熱烈的討論 再更直接的就是直接對傑克還有阿偉產生各種好奇 像是有一些陰謀論者呢 他們就認為傑克不要這整件事情的故事 都是淑慧阿姨所策劃的 甚至連人物關係圖都畫出來了 目的呢就是為得到了 燈短往後的阿偉 哈得 當時傑克帶我們去買東西的超商呢 也被找了出來 變成了聖地巡禮的一個好地方 也有許多人好奇 傑克當時給阿偉看的好康啊 到底是什麼 網路上查到的結果呢就是眾說紛紛 有人說是哲學影片有人說是A片 各位各位各位 厲害了 結果本調查覺得 逐一尋找逐一比對之後啊 我們發現傑克的好康啊 不是什麼鐵達一號 也不是什麼哲學影片 而是一部在2010年所上映的 香港情侶流動電 前度 各位這個真的超級難找了 傑克不要因為影片就只出現那兩三秒 當然是被老巢給比對出來啦 看到這裡你還不訂閱一下嗎 各位很清楚的比對一下子母畫面後就可以發現 嗯就是這個 真好康 而影片的爆紅呢 卻是也對其中的演員們在戲外啊 帶來了不少的改變 尤其是飾演主角們的傑克鐵牛 以及阿偉 阿偉 像阿偉啊就曾經在新聞上跟媒體表示過喔 在當時影片爆紅時 常常都會被朋友拿來開玩笑 或是有些人的錄戲太深 真的以為阿偉他被登大廊過了 而鐵牛哥後來則成為了知名的Youtuber 今天呢 為了更加了解傑克本人的想法 老巢這次特別詢問的鐵牛哥本人 能否跟我們做個簡單的訪問 而鐵牛哥也真的非常的阿沙利 一句讓我看看就答應了 我真的 真的 好興奮啊 好的 那我們馬上進入 捷克我還要的訪問環節 好的各位 今天我們邀請到我們Youtuber的大前輩啊 世上唯一一個有辦法演出 捷克靈魂的Luck男人 讓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鐵牛哥 欸 是我 好那謝謝鐵牛哥特別來我們這個節目啊 然後我們特別從網友那邊 收集了大概500多則留言 對 這麼 多 對 500多則 然後我們從中就挑選了一些問題 想來問問鐵牛哥這樣 我蠻好奇 大家會想問我什麼 好 那我們開始囉 請問鐵牛哥平常啊 沒事會去看這些網友們 二創的捷歌名嗎 喔 其實 你說 我會不會看嘛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 大家太有才華 有創意 而且有一些改到 還改到我真的覺得 你為什麼要在這邊 浪費這種才華 很多人私密我 只要有節慶的都會找我 然後只要有性慶的都會找我 就一直貼 但是那個性慶的是有點像 新聞只要有提到 新聞可能會貼我的圖 他們就會轉發說 傑哥你怎麼又這樣子 那像昨天中秋節不就應該有蠻多這種 好多人用 中秋節快樂 哈哈哈哈 邊張圖啊 就是阿偉在後面 好像是變成道理吧 然後我在前面 對對對 我收到很多 雙十節也有啊 把我的臉排成10啊 兩個10這樣 這其實鐵牛哥 你平常不用特別去搜尋 都會有人傳給你就對了 其實超多 真的超多 對 這網友傳給我我才知道 好 那第二個問題 想問問看鐵牛哥啊 當初在飾演傑哥之前 有想過這個會紅成這個樣子嗎 欸講真的 完全沒有 而且 拍這部片的時候 我那時候心裡很單純的 只是想說 啊 終於可以為教育做點事情 然後拍完了以後 片剪出來 然後我看完初剪 就是已經要準備上片 然後看完 OK好 我應該不會再看第二片 可是當時在演的時候 我很投入 我完全沒想到 後面會變成一個迷因梗 然後像這樣 這麼紅這樣 對啊 而且剛爆紅的時候 這個梗在 在這樣子炸的時候 那時候 我也在打那個英雄聯盟 然後打一打 他們就 傑哥不要 因為那時候剛好 剛出傑西不久 要不然就是傑西出來 有再打到這個 因為有個結字 他們就 哎唷傑哥不要 不要啦 然後我跟我朋友一對 我都沒講 那是我 我就跟著他們一直打 大概是玩了 將近三四個月吧 他們才說 欸 鐵牛 我問你 那個 傑哥是你喔 我說 啊 看不見啊 怕被削啊 鐵牛哥在飾演傑哥的時候 耍狠的那一幕 真的是經典中的經典 所以大家想問問鐵牛哥 當下在拍攝的時候 那一幕有NG過嗎 還是就一進到第一次成功 哦 那一鏡我印象蠻深的 因為那一鏡 其實不是NG 是導演 拍到有一點 心有點開 他好像蠻開心的 我那一幕第一次是 就帶著眼鏡他推開 然後就好 OK 就這樣 然後就往前走 然後就是說 聽話 讓我檢查你發育 正不正常 讓我看看 然後導演說 好 那個家瑋 鐵牛 我們是一個 他推你的時候 對不對 把眼鏡拿掉 拿掉的那瞬間 你笑 你就笑他 為什麼有勇氣反抗你 這已經是望中之鳥了 為什麼要做這種 那一邊沒有NG 因為我那時候拍這種劇 因為是外面的導演跟劇組 我其實很怕自己出錯 所以我就會背得比較熟 我在背本的同時 會想動作 所以到我這一趴 大概都是兩三鏡就可以結束 背得很熟 沒有NG 導演就加他想加的東西 所以後來導演就用內蠻 眼鏡拿掉 拿掉的瞬間還要什麼 有笑的那個臉 慢慢轉 然後又轉成一個憤怒 可是你還沒有要吃了他哦 你要先兇他 如果兇的沒有用 你再動手 我在中午在放飯的時候 導演就來我旁邊坐著 然後吃飯聊天 然後說 晚上那一檔戲啊 我一直在構思那個畫面 要怎麼樣才可以 過教育部的那個門檻 然後他就對他在想 所以我就說他應該等了一整天的 那一趴就是今天那場戲的高超 那一拳揍下去的時候 有如劉德華出世 是 想問問鐵牛哥啊 傑哥不要這個民音 從2013年上傳至今 已經有八年快九年的時間 一直都非常的火紅 所以大家想問問看鐵牛哥 要怎麼面對這種很突然 然後非自願性的一個爆紅民音化 大家想問的是鐵牛哥 有沒有做為當事人的一些寶貴經驗 或一些話想跟大家分享 這個可以 我其實一開始我算是素人 然後我只是愛演戲 所以跟群人是朋友 然後我們就是一起拍影片 然後那時候傑哥不要的這個影片爆紅啊 我反而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新聞也有報導 也有來我家裡拍 然後拍完以後 我真的講真的走在路上 大家都會用 就是好像是不是發現你 然後會一直想要 好像想探索你 你知道那眼神其實很不自在 所以我當時一開始 然後我又是演員 我當時一開始其實 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這樣的東西 我都會選擇放著 或是置之不靈 就是路上人看到 或是認出來就是大叫 就傑哥不要 不要 然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回 又加上那時候我是演員 我很怕被定型 叫可以啊你認出來可以 可是我不演這種角色 要演變態可以 不要演傑哥 可是當時來的東西 全部都是鋪天蓋地的傑哥不要 就一直來 有樂想要找我拍MV 有戲劇想要找我去演 然後有廣告想要用我去演 就全部都是傑哥的梗 然後那時候就是怕被定型 所以我都不接都拒絕 因為那時候還不流行什麼負面行銷 我就很怕演下去 那個時候比較紅的就是 如果這樣演下去 我就怕我變許淳美 或是變乳華 就是然後抽你 那個時候的負面行銷是這些人 我也沒有一個說什麼 給大家先這樣子玩一波笑玩一波 然後再反正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就拒絕這角色 然後直到我有一次遇到那個 麻吉大哥 麻吉大哥 一個無心插流流成枝 他的那番話剛好戳到我 跟那個麻吉弟弟在聊天 因為麻吉弟弟說 他覺得麻吉弟弟這個詞 是他小時候的過去 他想要做他自己的音樂想做的 然後麻吉大哥就說 你必須要接受那是你 人家說你是麻吉弟弟 你就是麻吉弟弟 人家怎麼看你 那是你的過去 你要接受他 因為我呢 人家還是會叫我LA Boy 還是會叫我麻吉大哥 不會叫我什麼老闆 什麼都不會 那是你的過去 你要接納他 你才能更好 這樣子對你來說很棒 然後這番話 那麻吉弟弟在聽 我在旁邊我也在聽 我整個聽進來就覺得 那我姐哥的這個角色 我應該要好好接納他 就不應該再是 人家怎麼叫啊 或是我都會閃啊 或是不太硬 然後我就從那個時候聽進來以後 我就OK 這是我的過去 我必須要接受他 所以我也開始自己玩梗 就是那時候 打從心裡接受以後 像別人在講 我也會演阿偉角色 什麼死啊都你啊 我才說你幾句 你就說我煩 真的阿嬤的感覺 阿嬤 然後我朋友講說 或是婷婷在家 婷婷 又在化妝喔 看點書好不好 我就回來跟她講這個 然後婷婷就回頭看我 你幹嘛 我才錯你幾句 你就嫌我煩 我就用這種梗 所以我從那時候 其實大哥的那番話 他完全不知道 深深的打動了我 我知道時間點 從那個之後 我是打從心裡 接受這個角色 就覺得好像有一些人 會因為這角色得到快樂 然後就很單純的覺得 那也不要抗拒阿 人家喊禮捷哥不要阿 如果有空或心情還不錯 就回回去 聽話讓我看看這樣 就會有一種 跟陌生人互動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看得出來 鐵威哥真的算是蠻大氣的 可以接受這個玩法 對阿其實 被玩壞了 我被性騷擾過耶 超可怕 蛤 人家的女生不是說 收X照阿 我也收到X照 又會傳那個X照過來 到我那種鐵牛粉絲團 我就會刪除 然後封鎖 性騷擾那種 我就全部都假裝沒看到 然後我覺得時間久了 應該就淡了 沒錯 時間久了就沒有再這樣 現在大家都是貼梗圖 已經沒有騷擾的 反而接納他以後 能夠得到一個新世界 好 謝謝鐵牛哥的這些分享 真的是 今天真是受益良多耶 好那鐵牛哥我們這邊準備 最後一個小小問題 其實是來自我自己的一個小問題 就是想問問看鐵牛哥 有沒有辦法在五秒內 直接瞬間變成傑哥 來一句狠的 好來喔 我看啦 等我 等我 你等我 我 只有你有 聽你這麼說 你好像很有 鐵牛哥也是有備而來耶 對 因為這件事 我上次在蝦皮擺的 我也是 我跟你講 小熊直播 然後我說謝謝 謝謝小熊你的那個衣服 然後因為他還在群組貼了 傑哥不要的衣服 然後他就丟網址給我 然後我說 怎麼是這個 因為我是謝謝他的小熊T這樣 然後我說 好啦你貼給我 我買啦 我就買了 等了 等了十幾天啊 因為這個從海外來的吧 應該是 那很值得紀念耶 一件衣服 我自己有原版的 我還買山寨 謝謝謝謝 太正點了 謝謝我們鐵牛哥今天 特地來這邊跟我們分享這麼多東西 我們記得大家記得要去訂閱一下 我們鐵牛婷婷的頻道 拿好追蹤傑哥的IG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這次跟鐵牛哥的訪問 讓我們再次感謝鐵牛哥 其實稍微想一下就可以知道 真的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這麼輕易的去接受 自己被當成一個梗來玩 而且一玩就是好幾年 更不要說身邊認識的人啊 肯定會一直拿這個梗來開玩笑 甚至呢 鬧到自己身邊的朋友或是家人 這在一些其他名義上啊 就有發生過類似的例子 像是香蕉君Ricardo 當初就是因為有人 拿他的影片去燒了他的孩子 逼得他不得不出面 請大家停止這樣的行為 因為並非所有人 都可以心難大方的接受這一切 而鐵牛哥跟阿偉 在2013年因為這支影片爆紅之後 陸續都還是有許多演出以及表演 阿偉呢也曾經在劍洞人的冰桶挑戰中 特地穿上了昔日的戰袍 來為劍洞人發生 有錢出錢有力處理 幫助更多人 把愛傳給傳下去 然後讓所有的那個債務感到溫暖 感到有關心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可以做公益 加油 掰掰 甚至幾年後兩人還有幾次的合作作品 像是在玩game的頻道中 就有出現過另外一個平行宇宙 就是阿偉反擊捷歌的一個時間線 看得真的很過癮 而且也把這個梗啊 玩出了一個更高的高度 老超我真的得說 兩位呢真的是非常正面 而且大方的去接受這個梗 去接受這個迷你 這八年來啊 受到最多的影響就是他們 而他們至今呢 當然很樂意的去討論 或是自己玩這個梗 這真的是一件很偉大 而且無私的一件事 老超真的要代替網友們 在這邊跟兩位說聲謝謝 各位記得也要到阿偉的粉絲專案 按讚追蹤一下 最終呢還是要回到 當初拍攝這支影片 最初的那個原點 當時導演所拍攝的這支影片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算是男生也有可能被騷擾 或是侵害的 目的呢就希望大家 能有一個更加保護自己的意識 而且對象啊 不單單只是捷歌喔 有眾多的案例顯示呢 很多男生是被女生給侵害的 不要以為這不可能發生啊各位 根據衛福部統計 109年的全國男性受侵害人數 就高達了1462個人 而其中人數最多的年齡層呢 就是12到18歲這個區間 所以各位保護好自己也保護好別人 傑哥不要這個名義 也確實讓世人更加看見了 平常沒有注意到的社會議題 對於社會的教育意義啊 是非常具有正向貢獻的 而且這個影響力啊 持續了八年都沒有減弱 真的是教育部的傳奇教育影片 當之無愧啊 所以我說各位要不要訂閱ZACK還有老茶代代呢 不要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這次的名調查局 就是傑哥不要 這次呢老樣子好不好 老茶一樣準備的禮物要送給你們 沒錯那就是傑哥以及阿偉T 阿媽要另外買喔 一幅老茶早就買好了 啊大家也不用擔心 阿偉這件是新的 不是我穿過的那一件 這件也不是鐵劉哥穿過的那一件 都是新的 還是穿過你們更喜歡 對啊今天這支影片有抽獎 抽獎方式呢如下 訂閱老茶代代的頻道 然後分享這一支影片 並且還在影片下方留言 只要你的留言當中記得hashtag 傑哥不要了 就輔到我們這次的抽獎資格了 老茶我呢會在下禮拜 也就是10月7號 晚上直播中啊 抽出中獎的觀眾 然後獲得這件傑哥T 以及阿偉T 我看你們是真的不懂喔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